中国一汉奸建立一国家 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有着重大的联系 那么究竟有怎样的联系呢 我们慢慢的到来 当然这个词不可能是用来形容秦始皇本人的 作为天国一帝 秦始皇开辟的一个新时代 今天要说一说的是他的手下 一名汉将 屠君 要说起屠君是什么人 似乎很多人都是一头雾水 压根都没听过 其实屠君也是非国的 真正的应该被称作汉奸的人 其实另有人在 那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咱们稍后讲 先说一下为什么屠君 为什么背这个黑锅 据说当时 其实皇命令屠君 率领五十万大军向南开拔 这是大秦帝国的第一一次远征 就是这一次的远征 让屠君蒙上了阴影 当时在镇中有一位副将赵佗 这个人与屠君相比的命简直太好了 当时屠君率领的五十万大军南下到陵南地区 由于水土不服和后勤补给没能及时供应 导致费为虽然经过了拼死的反抗 可是给男人仗着天时地利 把五十万大军几乎全部杀光 屠君也被独剑射中 不治身亡 当然 就算屠君不死 回到秦国很大的 可能也是被秦始皇砍掉了脑袋 让人费解的是主将途居遇难 作为副将赵佗却一点事情都没有 之后派遣任销作为主将来打 整整地打了四年 终于拿下了岭南 然而在成功地拿下岭南之后 还没来得及获得封赏就死了 啊对 是秦始皇死了 这两个人还在岭南 没能回到朝中 秦始皇一死 迅速地在各地爆发了农民 其义 各地其义形势良好 很有远见的任销 对赵佗说道 秦国要完蛋的 我看与其回去 不如我们在这里当个山带温吧 这里好守难攻 我们手中还有重兵 其义军想要攻打我们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赵佗是一个聪明人 一眼就能看出任销的想法 在任销死后 赵佗首先在军中派出了秦国派来监视他们的眼线 伴随着农民军实力越来越大 冲于秦朝土崩瓦解 赵佗如愿地称王 并且颇有远见的他 还拉拢了一批当地的士族来支持他 其中就有一个小团体南越 由于生性保守封建 当时都叫这样的人国建 慢慢地发展成为了汉奸 汉奸的现代版本 不过在当时的秦国国间到处都是 谁强谁就能上位 到处都在打仗 没人发现在岭南这个地方 还有一位安逸的皇帝 不得不说 其实赵佗还算得上是一位好皇帝 首先在收拢人心上面 赵佗非常有一套 他的领土包括现在的越南等地 当时越南是很不好观理的 让他们却臣服于一个汉人 难度可想而知 当时大多数都继承了秦国的法家思想 谁不听话就争死 他 然而赵佗却没有这样做 与之相比 他想到了一个更为阴险的法子 不但当地人不施家 还给他们官做 大家一起抢钱 一起荣华富贵 这样一来越南还会反抗他吗 当然就不会了 一个是威逼 一个是利诱 赵佗选择了利诱 非常的有头脑 赵佗在当时是穿着汉人服饰的 南蛮子觉得不好看 赵佗就该穿越南服饰 这样处处的与越南热的生活习性相结合 这也使得越南蛮子越来越喜欢他 慢慢的接受了这个外来人 当时的越南 还是过着传统的狩猎生活 赵佗把当时中原先进的农耕人民引入到了这里 由于当地便利的灌溉技术 和得天度后的土壤条件 让这里很快的变成了一片富饶的土地 尝到了甜头的越南人 更是把赵佗看作神一样的人物 与此同时北边的陈生吴广集团 已经越来越壮大了 地盘大 兵力多 但是他们还没有能力统一全国 反而让当时的小人 吴刘邦捡了个大便宜 储汉之争以后 刘邦顺利的做了皇帝 建国后 刘邦决定休养生息 虽然对于南边的赵佗始终心怀芥蒂 一个国家怎么能有两个王呢 当时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南越的实力非常强 老百姓也不想再打仗了 想来想去 只有和解就这一条出路 那么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 宋男人 各位没有看错 确实是宋男人 这个男人不一般 特别的能说 他的名字叫做陆甲 嘴皮子相当的溜 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就在陆甲的三寸不烂之蛇的劝说下 赵佗竟然答应归属了汉朝 成为了汉朝的藩属国 之后南越的百姓们生活得更好了 刘邦的统治下 南越的经济硕平进一步发展 缺啥汉朝都给 这几年的生活可以说是相当的滋润 不过好景不长 刘邦死了之后 老婆吕后执掌权力 吕后这个人心里非常的阴暗 吕后下令禁止向南越输送物资 并且排派兵去攻打南越 但是基本上去的士兵就没有回来的 在不断的战争之下 赵佗有自立为王 向吕后示威 当然在吕后死后 新任继承者极力的安抚南越 并且再一次派出了陆甲 汉朝最终又取得到了南越的信任 再度和好 赵佗的统治期间 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推广了中原文化 直到很多年后的今天 当地人还认为赵佗是南越的神 虽然汉人却并不是这样讲的 一个善与忘记的民族 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请关注公众号 请说历史 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 铭记每一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